好 以上说完了总探妙德 再来说最后一段的普劝归命 所谓顾我一心归命求哀护耻 这是法治大师在整篇 《暂观英文》最后的一个结尾 这一句与我们前面说的 令发广大道心 教词圆满圣号的道理 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前面的教词之人是观世音菩萨 而后面的普劝之人是法治大师 这一篇《暂观英文》一路赞叹下来 虽然才短短的几个字 但是文简易风 《暂观英文》一路赞叹下来 把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描述得 离灵尽致 法治大师为什么要做这篇《暂观英文》呢 乃至我们老和尚为什么 要那么重视《暂观英文》 不但要大家唱好 还要我们把《暂观英文》的文句 含义一讲再讲 无非是为了劝大家 向观世音菩萨 一心归命 求哀护持 然而要如何做到一心归命 什么叫作《暂观英文》 老和尚常说 把性命交给龙天 把骨肉交给常住 我们凡夫最珍惜 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生命 而今天 我们毫无畏惧 没有一点怀疑的 把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身口意 交给观世音菩萨 这就是归命 所谓归命尽十方 罪圣也骗之 色无碍自在 就是大悲者 因为观世音菩萨 是如此的大慈大悲 所以 不管我们遇到 再痛苦的苦难 越是苦 越是没办法解决 诸位就是 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 拜观世音菩萨 你要靠自己 自己的力量够吗 你要靠别人 有哪个人 能够真正放心地 让你靠 唯有像观世音菩萨 一心归命 求哀护持 恳求菩萨 加倍我们 福会增长 恳求菩萨 加倍我们 业障消除 祈求菩萨 护持我们 求生西方 祈求菩萨 护持我们 广度众生 这就是 故我一心 故我一心 归命 求爱护持 以上 大家都已经 明白了 观世音菩萨的 微神功德 也都懂得 要念 观世音菩萨 墨学今天 还是要向诸位 教词圆满圣号 念什么圣号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恩师 南无大恨大愿 上妙下莲大菩萨 莫学做个教词之人 希望 朱卫菩萨 都能够 一心归命 求爱护持 当然 朱卫菩萨 对于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往生西方 那已经是 决定无疑了 那念老和尚的名号 能不能够 生西方呢 告诉朱卫 决定可以 不要有一点怀疑 老和尚的功德 他的本地风光 那是什么境界啊 朱卫菩萨 还不明白吗 老和尚是一个 不需要被接引的人 有谁敢说 我的大悲心 同佛陀一样 有谁敢说 要带我们去西方 甚至老和尚说 如果你来灵言三四 老实的念佛修行 具足信愿 将来 阿弥陀佛没有来接你的话 那我老和尚 亲自送你去西方 诸位 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智慧 都摄持在老和尚的心中 你千万不要想 你说念老和尚的名号 就可以往生西方 就可以救苦救难 恐怕是赞叹过头了吧 如果诸位当中 还有这样的怀疑 那墨学深深地 为你感到惋惜 墨学是老和尚的弟子 我今天向诸位 赞叹老和尚 称扬老和尚的功德 墨学心中 没有丝毫的畏惧 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更没有一点虚假 是如实而说 其实 每当墨学这样赞叹老和尚 老和尚总是严肃地说 我哪里是什么 佛菩萨的视线 我只是一个凡夫 只是一个 安于首分的出家人 我能够教导你们的 就是安于首分四个字 老和尚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功德 讲给人家听 可是如果墨学不说 那诸位又怎么懂得珍惜老和尚 老和尚是宝啊 为什么说老和尚是宝呢 佛陀在经典上 曾经说过一个比喻 佛陀说 在大雪山里面 有一种树 叫做药王树 这种树 它的叶子 果实 花 枝干 乃至地底下的根 都可以致病 就算是 风吹药王树 所传来的香气 你被这阵风吹到 你的病 马上就会好 老和尚也是如此 诸位不要小看 每次老和尚 上来同诸位讲开示 告诉诸位 你看到老和尚的人 听到老和尚的声音 你念念都在 消业障 就算是老和尚 没有上来 他在官房中 也是时时 在为诸位 消业障 征服会 为什么墨学 这样说呢 这不是墨学 这样说 佛陀 都是这样说 在经典上 佛陀说的 更是 不可思议 佛陀说 一个正得 观世音菩萨 唯妙本心的人 日日得具 六波罗密多 圆满功德 世人得一切 诸佛灌顶 如果这个人 在江河中 大海中 洗澡 他洗过身体 所流下来的水 水中的众生 只要能够沾到一滴 一切的重罪恶业 吸皆消灭 即得往生 西方净土 莲花化身 如果这个人 在路上走路 一阵风吹过来 吹过这个人的身体 再吹到其他众生身上 被吹到的众生 一切重罪恶业 并皆灭尽 更不受三恶道报 常生佛潜 这个正得 观世音菩萨 唯妙本心的人 他所吐出来的空气 能够接触到的众生 都能够远离称恨 发起无上的慈悲心 你被这个人的眼睛看到 被这个人的手碰到 西皆复得菩萨之位 甚至佛陀还说 这个人肚子里的虫 当得不退转菩萨之位 我们今天 能够在老和尚的座下 学佛 能够在老和尚的座下 劈涕出家 只要 你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只要你肯听老和尚的话 依教奉行 那生西方是不用怀疑的 决定是往生有份 相信诸位 对于念老和尚的名号 到底能不能够生西方 到底能不能够生西方 诸位已经是决定无疑了 也都对于老和尚 生起了无上 一心归命的清净信心 可是一心归命 那还不够 我们要求哀护耻啊 古人说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 老和尚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 身体又不好 他老人家 能够再陪我们多久呢 谁都不敢说 也许很久 也许很短 为什么 看众生的福报 大家要向老和尚 求哀护耻 这个求哀护耻 不是出家人求 在家人也要求 当然 我们天天求 有没有感应呢 有 大家是否还记得 上次地藏法会 老和尚上来 同诸位见面时 老和尚说 你们都希望 我在住世三十年四十年 诸位知道吗 我们的释迦士尊 八十岁就入灭了 我们的印祖 也是八十岁就入灭了 那 为什么我老和尚 今年八十六岁 还在这里呢 这是 诸位求来的啊 当然 老和尚能够住世下来 这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欢喜的 可是 我们的用功不够 我们的道心不够 所以 老和尚为我们众生 注释的好辛苦 就好像老和尚上次 地藏法会时 所强调的两个重点 口业 以杀生来说 老和尚希望 在座的诸位菩萨 都要借口吃素 不要学了佛 嘴巴还那么残忍 千百年来 晚里更 冤身四海 恨南平 欲知世上 刀兵节 但听 图门 夜半生 为什么 世间上 会有战争 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的大灾难 诸位 不要忘记 九二一 大地震的灾难啊 为什么 老和尚一再地强调 借口吃素 这之中 有他的因果 诸位 如果还没有吃素的 一定要赶快吃素 赶快从这个 贡业当中 脱离出来 创造贡业中的别业 老和尚还说到第二点 不要两舌二口 妄言其语 老和尚希望大家 要多说好话 多念佛 不要近视 勾心斗角 是是非非 那些是是非非的话 人家来讲给你听 你能够不听 那就不要听 你真的听了 那你要告诉自己 这个事情 到我这边画上据点 我不会再讲给第二个人听 不但如此 你还要呵斥 那个讲是非的人 你这样子 会害死人家的法生会命啊 你要阻止他 不要总是做个烂好人 假慈悲 一句正义的话都说不出来 诸位菩萨 大家每天 都那么努力地用功 常识回来打佛七 不失修福 好不容易 修了一点的福报 嘴巴是是非非 全部都流光了 流光了再修 修了又流光 那要到哪一天 才能够功德成就呢 真是很可悲 大家要懂得 保护自己的功德 而不是讲那些 无中生有的话 来保护自己的面子 保护自己的名利 你把你的名利 面子保护得越好 就越没有功德 以上这两点 是老和尚 在地藏法会时 所强调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 盖出 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 大家要依教奉行啊 我们想要求老和尚注释 想要求爱护持 那我们要听话 如果众生不听话 那老和尚注释下来 只是 让老和尚生气难过而已 我们不能够没有老和尚 没有老和尚 就好像世界上 没有了太阳 失去了光明 但是 诸位要记住一个重点 我们留老和尚下来 是为什么 是为了希望 是为了希望老和尚 带领我们修行 带我们往生西方 而不是把老和尚 留下来 替我们受苦啊 今天末后 这个赞观音文 墨学 教词 圆满圣号 希望 诸位菩萨 也都要一心地 意念老和尚 意念 观世音 好好 以三叶清静 来向老和尚 求爱误持 求老和尚 永远陪着我们 常住在世 不要离开我们 最后祝福大家 此生决定 跟随老和尚 同生西方 共臣佛道 欢迎老和尚 好 以上 赞观音文 就说到这里 算是圆满了 现在 我们就以 自成之心 来念 观世音菩萨 念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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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影不大光影不大